今天涛哥给他带来的是泰国恐怖电影 变鬼3第一部 也就是变鬼系列第三部的前半部 罗莉是变鬼前两部的女主转世 经常受到继父的毒打与虐待 而男主一登场就被女友给甩了 一是因为女友无法忍受男主的阴阳眼 二是因为女友觉得男主的心里有别人 男主的阴阳眼是在一次溺水事故中有的 寺庙的方丈也没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只能让男主装作看不见那些鬼 罗莉在学校也是被欺负的对象 一次同学把罗莉推下了楼梯 罗莉从昏迷中清醒后拥有了前世的记忆 于是罗莉不再认继父是父亲 接着罗莉在学校里又用剃刀 把欺负自己的同学都给教训了一顿 拥有前世记忆的罗莉回到了前两部里那栋闹鬼的公寓 想要找寻之前的恋人 也就是前两部里的男主 十年过去了 房东变成了前两部里房东的姐姐 原来的房东已经去世 公寓的其中一层也被改成了赌场 这时罗莉走进了609 没看到昔日的恋人 却看到了一个禽兽在撸啊撸 接着禽兽发现了罗莉 罗莉来不及逃跑 就被禽兽一用力掰断了下额 死在了609 然后罗莉就变成了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女鬼 主人格是罗莉 四人格是前世 也就是前两部的女主 简称前世女主 接着前世人格去到墓地才发现 昔日的恋人已经入土为安 投胎转世去了 这时的男主也因为缺钱搬进了闹鬼的公寓 而前两部里背上被插了两刀的法师 也把刀头拔了出来 专属的守护神 在守护神的帮忙作弊下 大怪头是粉赌必赢 这时法师要求在赌场拉票 并已举报赌场作妖协 不使房东答应了法师的要求 法师向赌徒们承诺 只要大家支持自己 等法师当上总督 一定会让赌场合法化 于是这个承诺为法师拉到了众多赌徒的投票 另一边的男主是画恐怖漫画的 但随着恐怖漫画的市场变小 男主的收入也变得很低 前世女主曾在高中毕业后 当过儿时男主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 男主一直暗恋着前世女主 还故意落水引起前世女主的注意 前世女主把男主救起后 就辞职去上了大学 还给男主留了一份礼物 当晚男主的朋友去找男主喝酒 四眼刚进厕所 就看到了罗利人壳的女鬼 四眼出去后和其他人说了这事 但卷毛并不相信 这个卷毛就亲自去了一趟厕所 还告诉其他人什么也没有 结果卷毛从厕所一出来 三个人就看到了罗利人壳的女鬼 骑在了卷毛的肩上 然而卷毛却没有丝毫察觉 依然继续吹牛皮 但是其余的三个人却吓傻了 于是就把卷毛单独扔下 跑出了房间 走廊里一只乒乓球滚了出来 罗利人壳的女鬼再次出现 追杀三人组 三人组只好又躲进了房间 而卷毛的耳朵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被罗利人壳的女鬼给切掉了一只 卷毛捡起耳朵 就马上往医院赶 这边变回常态的罗利人壳 正在烤门口爆牙男脑筋起转弯 爆牙男搭不上来 然后领了盒饭 刚好大块头从赌场出来 看到了死去的爆牙男 大块头吓得又往赌场跑 结果刚打开门 不知道看见了什么 涛哥估计画面实在太重口 就给和谐了吧 大块头又吓得关上门 和守护神跑到了走廊上 碰见了罗利人格的女鬼 然后大块头就把守护神卖了 自己逃跑了 这下守护神和罗利人格女鬼 玩脑筋起转弯 而守护神怎么可能是 罗利人格女鬼的对手 转眼守护神就被 罗利人格女鬼 虐得全身都是伤 画面一转 前世人格苏醒 碰到了罗利人格 前世人格就问罗利人格 到底想怎么样 罗利人格痛恨男人 施加在两个人格身上的伤害 于是就想把所有的男人都杀光 这时一个肥婆正在和光头偷情 没想到老公半路杀了回来 肥婆只好让光头躲到了厕所 结果光头在厕所 碰见了罗利人格的女鬼 直接被杀死了 于是房东再次找来法师驱鬼 法师正在施法 罗利人格女鬼就找了过来 碰上了常态的前世人格 男主一眼就认出的是前世的女主 接着男主还拿出照片给前世人格看 就这样前世人格也想起了男主 因为终于和喜欢的人再次相遇 男主下了楼就高兴的奔跑起来 电影结尾 在前世人格的回忆里 原来当初的男主暗恋前世女主的事 被妈妈给发现 因为妈妈怕影响男主的成绩 耽误男主的前途 所以就让前世女主辞职 离开了男主 预知后事如何 涛哥明天继续给他讲解 变过一三 第二步 好的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